好 各位奇友大家好 那这晚期是今天8月19号进行的围甲联赛常规赛的第二轮 由黑方胡子豪对战白方李全豪 又是这个一个双豪大战 那胡子豪的话呢 非常的年轻 现在是职业四段 然后昨天的这个围甲第一轮 胡子豪是最终以四分之一子 艰难战胜谢尔豪 昨天李全豪也是以四分之一子 非常惊险的战胜陈子健 那我们来看今天这番棋 两位棋手的对决 开局都是新小木之后 黑棋点33 白棋右上点脚 走定式 大飞手脚 白棋单关跳 然后拆边 黑棋也拆 各自发展大模样 白棋底下飞压 黑棋搬战 然后白棋再飞 黑棋从左下寻找突破口 点刺完之后二路夹 白棋搬 黑棋再拆 接下来白棋虎一个 黑棋搬 白棋再一夹 这个是AI的一选 是棋行的一个要点 因为黑棋不可能挡住的 不然的话被白棋打迟一门头 这块棋离死不远了 实战 黑棋挺头 白棋冲下去 黑棋再搬 白棋断打 黑棋站上 白棋拐头 那这个地方 AI的建议呢 就是黑棋趁早甩掉这个包袱算了 趁现在 搬完之后滚打包手 把这个尾巴一气 再一打 外边走走后 那这个损的还不算多 实战 黑棋顶了之后再搬 感觉要想做活 白棋反搬下来 那这个棋的话 黑棋如果说只是沾上 然后坐眼 两眼苦活 外边全部让给白棋的话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亏大了 实战 黑棋先拐打 当然这样下容易生变 白棋一路打好棋 打完之后再打 先把黑棋的眼线手破掉 然后沾 让黑棋吃通啊 但是这个吃通之后还是个假眼啊 白棋 接下来整体进攻 黑棋这个下的就太苦了 靠完之后挺头 长出来 白棋连续的压 黑棋只要敢搬 白棋就是断 实战 黑棋单长 白棋再压 黑棋断上去 白棋底下联络 先打的话呢 黑棋有这手碰的这个好手 这个就让白棋比较头疼了 你补底下的话 这个黑棋可以 成这个了 马上底下要虎下来 然后上边要吃这颗棋筋 所以说白棋直接联络 黑棋挺头 白棋冲完之后 靠上去 黑棋再长 再贴住 再长 这里加持的话是加不掉的 因为黑棋可以靠下去 你搬的话它长 站这个就直接被冲烂了 站底下的话 黑棋冲 你挡住它直接断 猴的话 被黑棋这一击 站上直接底下连回 这样白棋也不行 那如果说白棋坚定 坚定的话 黑棋冲一个挂衫 白棋也挡不住 你搬住的话 这一段打 然后再双打吃 还是能够吃通出来 那白棋左下就危险了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选择补一手 非常稳健 在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再去跳架 这个棋 由于黑棋 这个左边不活 所以说你中间 不可能去这样打吃 冲出来的 不然被白棋来个断打 直接要死 那黑棋最好的走法呢 就是 顺势把这里出头 跳一个 白棋双一个补棋的时候 黑棋再站 搬的话长 虽然说这个控 还是不太乐观 但是至少先把大龙逃出去再说 实战 黑棋往左上角点刺 想多一些借用 那白棋压过来 态度很明显 还是瞄着黑棋中间的段 黑棋好像丝毫不慌 还要去冲断脚上 结果遭到白棋严厉一段 这个棋 黑棋的理想图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白棋最好在脚上 这里走一走 然后落一个后手 黑棋再往中间补棋 这样左上的话 除非白棋像这样补 那黑棋外边交换也算是便宜了 他要是打吃在外边 那黑棋中间交换一手 脚上断打再拐吃 还可以活一个小脚 这个是黑棋的意图 实战白棋直接断 根本就不废话 要把黑棋给卷进来 贴住再长再贴再长 那黑棋这里已经 不太好办了 这个一直也没有 然后像出头也比较难 他先往左边断一下 白棋打吃 黑棋先冲 这个棋 白棋实战提是最好的 挡住的话呢 黑棋可以跑这个 这样白棋就吃不掉了 你再给打他沾 然后这个再去打这儿的话 黑棋拐打 白棋外边断打 虽然说还是能把这个 四颗子给吃掉 但是黑棋往左边一提 这样他大龙也在里边活了 白棋的优势就不是那么大了 而且中间这里 黑棋还可以继续动出 实战白棋提这个非常正确 等黑棋冲出去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一断 那这个黑棋大龙 基本上就再见了 因为你要是再打 首先要被白棋 把中间这四颗子给拔掉 这个黑棋也是非常的痛 等你站上的时候 上边来一个断打 你脚也不能要 你如果说这个丢亏气甲 只是为了把大龙跑出去 那其他地方都不能看了 损了一大票 所以说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只能拐打在上面补齐 白棋再双一个 彻底把这个大龙给吃住 那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完全崩溃了 这个棋 接下来黑棋唯一的指望 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过 这个中间白棋的一些借用 把右边这里的大控死撑出来 但这个难度极高 黑棋这个时候冲 断打先手 再打吃 再冲 白棋拐出 黑棋再提 那这个棋 白棋肯定是没有什么危险 AI的想法还是非常稳妥 跳一个 把这块棋给出头 出头之后呢 角控黑棋要是要的话 就给他一点 然后白棋可以抢先手 因为这个地方 等一会儿你这个顶打 对吧 也是可以做活的 中间还有一个打吃 也有一个后门可以联络 所以说左边大龙不用管 可以直接在中间 一边掏空 一边威胁黑棋这一块 这个也是比较简明的一个走法 实战白棋还是要脚 那黑棋扳 白棋反扳 黑棋再断 稍微升了一点变数 白棋长 黑棋跳 白棋左边贴住 这个棋呢 反正多贴住这一下 如果说黑棋虎一个跟着硬 那白棋可以通过这里的拐打 提掉 然后把黑棋的棋筋断吃 你再拐的话 被白棋一断 黑棋打吃就出不去了 刚好气不够 所以说黑棋也是完命了 直接在中间打吃完之后 再来一个小金 白棋跳一个 黑棋再沾 白棋吼一个 那这个棋的话 白棋实战选择立了 双的话 黑棋直接挡住 就做活了 白棋先立一个 试一下黑棋的硬手 这个地方 黑棋还是要特别当心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错误的做法 比如说黑棋脚上挡住 那白棋可以扎定 等你在打吃的时候拐住 那黑棋就一只眼直接死掉 这个活不了 如果说黑棋直接冲断 那白棋可以打完之后 长 上边黑棋就算下出这种 二路拖的手金 拐打回去 也没用 白棋 这里冲完之后 先挖一个景气 断打先手 上边打一个先手 再往二路拐打 直接从这里连回的话 那黑棋还是不太行 因为这个黑棋如果说 做活左上角 被白棋中间一打 再随便尝尝气 因为白棋要注意 这个中间的打吃 吃掉这根棍子 就可以收里边的供气了 这个里边是个假双活 所以说白棋只要把外边 这里的气尝一尝 这里白棋是全部吃通的 黑棋右边的模样也就没了 如果说黑棋尝这个 去吃白棋三颗子 因为气刚好够 白棋打的话拐打 提掉的话再打 刚好可以吃通 那白棋就不要了 左上直接拐一个黑棋顶 白棋再吃回去 这样黑棋还是只有一只眼 大龙又死一条 所以说这里的冲断 已经不能帮助黑棋做活了 实战黑棋下出一选 这个二路拖 但是现在下不下 这个一选 其实都影响不大了 白棋只要不搬就行 搬的话被黑棋这一冲 再一打白棋就沾不上 黑棋全部联络 这个棋双一个正常 黑棋贴住 以后这个左上的死活 就是白棋如果拐住的话 这个黑棋就脚上挡住 打吃的话就再一打 直接做活 夹一个的话 黑棋打再拐住再立 也是可以活起的 黑棋这块棋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左边已经死了一条龙 白棋只要在右边随便把这个空掏一掏 黑棋就不太够了 接下来白棋点刺 打吃人 再来一手无路尖冲 扩大眼位 黑棋贴住 白棋单长 黑棋拐头 下一手棋 白棋往上边去拐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要想活的话 只有往脚上挡 这一条路 实战这个黑棋应该看错死活了 走的这个长 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输 可能黑棋判断白棋夹一个黑棋打 再打的话一提两眼后棋 但这个有点想当然了 白棋立在这好起 这一立的话黑棋要死 因为你如果说猴一个 长气白棋就靠在脚上 你要直接收气的话 黑棋这一收 在一班 那吃掉这个直三白棋点中间 黑棋还是死 最为顽强的下法就是打在这 然后白棋作结 这样白棋也是个无忧姐 正好右边不活 在这随便把眼打出来的话 都是结材 这样黑棋也要被结杀了 就说这个棋黑棋失误了 这个肯定是挡在这的 长这个就不行了 被白棋立 黑棋眼看这个结也没法打 直接在外边挡住 被白棋夹一个一手棋 又吃掉一条龙 这个黑棋也太惨了 左边这半盘就 左下活了一小块 其他的所到之处全死 接下来黑棋甲 白棋一路斑沾足度 黑棋下方点刺 上边拐头 白棋断打交换一手 然后吃回去 这样黑棋彻底全部死透了 开始往右边飞 强撑这里的空 那这里面刚才讲的 白棋随便活一点就能赢 白棋实在选择的斑 你也不能反斑 反斑的话一尝就活了 这个穿进去破眼 白棋右下这一碰 又是好棋 各种腾罗 黑棋不能留下太多的借用 所以说就退回去 白棋再往中间靠 甚至于说白棋 对于黑棋中间还有想法 这个是直接在黑棋 后视面前挑衅了 接下来黑棋顶 然后白棋冲 反冲一手 再冲 黑棋再冲断 白棋断开 这个地方呢 黑棋不能乱打持 你要是双打持 提通的话 白棋中间一打 你就沾不上了 再沾被白棋再一打 也直接一气受掉了 黑棋实战是贴住 这个贴的话就是意思 如果说白棋虎 黑棋这个双打持就成立了 双打持之后提掉 你要再断 因为上边不入气了 打持不了 再断的话 黑棋刚好可以快一步 把白棋给争死 不过这个棋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白棋就 最好的走法就是沾就行了 沾的话 你还是得撞打持 那又还原成刚才 白棋往这一打 对吧 你还是沾不上 最终只能放白棋回家 这样活出来一块 白棋也就赢了 实战李宣豪走的是这个沾 这个又想秀一下操作 黑棋断持三颗子 白棋再断 马上这个尾巴打持接不归 黑棋得提 白棋往底下压过来 黑棋双一个 打持先手 黑棋沾 加来这个棋 白棋的活法也太多了 因为这个双满蛋 气太紧 白棋可以考虑这种飞 飞完之后 你小心他冲完之后挖 这个站的话 还可以立下去 打的话反打 反打完之后再一打 这个黑棋直接就收起被收死 反杀了 实战白棋照一个 也差不多 黑棋飞 白棋冲断 断打长 再打持 因为你都不敢打这儿 打这儿的话 白棋往这儿一冲 你就不敢沾了 直接被打死 黑棋只能打这儿 白棋立一个 黑棋再贴住 然后白棋扳紧气 黑棋断持之后 选择直接打 你要跑这颗子的话 白棋还是这一招 往回一吃 黑棋就不行了 沾不上啊 那一打的话 白棋就提掉 这个被白棋 直接抽通掉了 也不行 所以说黑棋打持 白棋顶一个 先把下方这只眼做出来 那马上上边再一补 就直接活了 黑棋也接受不了 赶紧跑出骑筋 小棋 白棋冲出来之后 再冲 黑棋沾上 白棋挡下去 这个眼 黑棋也不好破 你如果小棋的话 白棋关键这种力是坚守 你脚上必须得补 补掉的话 白棋一般一粒也能活 总之这里 想杀白棋 天方夜坦了 实战 黑棋 吼一个 白棋 虎一个 跳进去 破眼 冲完之后 夹 黑棋二路跳 非常顽强啊 白棋底下 打持 虎一个 等黑棋搬的时候 一路搬针 那只能去破眼 黑棋扑完之后 再扑结 形成一个打结杀 白棋踢 黑棋下来就找了一个瞎解 就是左边这个冲 这个根本不是结材 而且退一万步讲的话 就算白棋跟着硬 把这个四颗子提掉 黑棋提过来 白棋本身结一大堆 像这个右边的一路利 要沾上的话 以后各种打吃 包括这个上边的蛙之类的 全是结材 所以说黑棋肯定打不过 打不过的话 你吃这个几个尾巴 被白棋断吃 两眼活在里边 黑棋还是差远 不过实战 吕全豪已经判断清楚了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一枚瞎解 直接提掉就行 找到这儿黑棋也就认输了 直接这个把解 给消掉了 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你再沾他沾 根本没起 这个左边的黑棋 跟上边的白棋 这个对杀太简单了 随便心算一下 就知道黑棋的棋肯定不够 那这样黑棋也是输飞掉了 这一盘棋的话 李玄豪完胜 基本上黑棋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从左边的定型 不肯弃子开始 就走上了不归路 而且左上的这个死活 也出现了低级失误 本来是近活的一块棋 被走成近死 后面孤朱一致为右边 但是扛不住 李玄豪的各种巧妙腾罗 最终还被这个白棋 活出来这么一大块 好 那青凡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